我们到夏威夷了啊 老棒了这 蓝天白云的 假的 不是夏威夷 What's up guys Welcome to another WST group channel video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非常感谢上一个视频 大家对于我的支持 以及订阅 特别的开心 这也让我之后拍YouTube 有了更加好的动力 今天 先出去转一下吧 今天我这个YouTube这个主题呢就是说我想汇总一下今年这一年我选出来的三大景点 在 Vancouver Island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排名第一我个人认为呢就是 亨比 Island 排名第二 Tofino 排名第三是Port Hardy和Port Alice 那是在岛的最上边 得有500多公里吧 今天想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视频 然后我会把以前那些旧视频全部都汇总起来 然后今天来制作一下 希望大家看 说一下第一个景点就是那个亨比 Island 离这边的话大概得有个200多公里左右吧 但是你要坐两次Ferry 然后先坐第一班Ferry 然后离开Vancouver Island 然后到那个Demon Island 然后再坐一班Ferry 然后你就可以到亨比 Island 然后就是说它会有一点的小麻烦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坐两次Ferry过去 然后还要等它的时间 那时候我记得我是早上出发 然后是10点左右吧 到了那个他那个坐船那个口 等了一个小时的船 然后我坐上第一艘船 到了那个Demon Island 然后我又等了一个小时 然后又再坐第二艘船 然后去那个亨比亚兰 非常的 但是嘛 好玩也有好玩的代价嘛 就是说你要等 但是这个也是比较正常的 之前是被那个评为就是说它是小夏威夷这个称号 果然是名不虚传 去了以后感觉景色确实挺美的 呃可以玩游山玩水啊 可以去看看这边的海峡 还有海滩 海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 就我去过的地方 托菲诺可以游 横边岸的这个这个海滩也可以游泳 我感觉特别爽 因为你在维多利亚这边 你走下去两步 你就掉下海了 就是说那个海特别深嘛 你到了横边岸那个海滩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横边岸那个海滩是特别浅 然后也很干净很清澈 我之前那个时候是将近9月份去的嘛 然后天游一点点冷 我看到一些老外者游的不亦乐乎 然后我就加入他们了 我觉得来一趟岛上嘛 我想再感受一下这个在海里游泳的感觉 因为以前在国内我夏天我几乎 都是每个夏天都会去游泳 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虽然冷嘛 但是我觉得超级 我们到夏威夷了啊 老棒了这儿 蓝天白云的 假的不是夏威夷 我们先来评论第二大景点 Tofino 哇 就感觉像一个大boss的存在 你来到岛上你就会听别人讲啊 去Tofino玩 去Tofino玩 我去了 我今年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今年三月份去的 然后再一次就上个月去的 我觉得路方面没得说 坑坑癫癫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山路特别好玩 也挺平坦的 那当然就是说你开车感受一下乐趣 跑跑山路 然后就是你会觉得特别好玩 你最后他有他有一个那个直冲道 然后你左拐到Uklulit 然后右拐就到Tofino 这整个这条路长达得有个四五十公里 这条路直接是可以玩直线的地方 特别特别 第一大好玩就是他的那个山路 然后我们再来说他的景点 Long Beach Chestman海滩 然后以及Tofino的这个小Downtown 它是一个就是冲浪的地方 我之前就看很多老外都拿着那些冲浪的那些东西 然后去冲浪 然后包括上个月都那么冷了 我们去的时候发现那些老外拳子的冲浪 我觉得老外这身体素质实在太强了 然后我想想我自己 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水平 所以说我觉得海滩值得一去 Long Beach那整片海滩是真的真的 就是特别特别大 然后你直冲对面来看的时候 那就是太平洋了 我是太平洋 对 那就是太平洋了 你可以直接就能看到我们美丽的中国 我开玩笑 那只是你通过那个太平洋 能看到了美丽的中国 哈哈 刚烫 有一个大木板 然后它是生在那个海面上的 然后就是它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我们之前上一次去的时候 跟我两个朋友一起去的 然后我们把车呀 然后放在那个 就是停在那个木板前面 然后拍了很多非常好看的照片 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拍照方面 我觉得是挺棒的 然后他们那边好像是还有一个老店 我忘记它名字了 但是你们如果要去特别的话 会看到那个店 它是个50年老店 是个牛排店 非常不错 然后我之前我上课的时候 那个老师是给我推荐的 去了以后还真是有那样的 我觉得蛮不错 好玩 山路好玩 景色好玩 然后 放松心情吧 这就是旅游的真 好 好 到最北边 然后我去了 感觉就是沿途风景很好 过了Campbell River 那条高速 那就是没人管的高速 随便开 然后路很平 很好开 山路 就是到了以后 我才发现 那个地方 我感觉好无聊 好无聊 真的是好无聊 然后你就是看到的 就是上面有个大图腾 上面写的是那个 Port Hardy Port Alice 只能说呢 你在维多利亚这个地方 然后你就想要去说 我想要去岛附近转一转 岛上面转一转 那就是说 也许就是说 你选择的最后一个旅游线路呢 你可以选择就是Port Hardy 和Port Alice 就是说你既然在岛上生活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岛的最北最北边是什么样子呀 然后好玩还是不好玩 就是可以去感受一下了 但是我我我因为我个人而言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开车出去转 然后路又好玩 所以说我肯定就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然后去玩一下 嗯 对 这就是第三个景点 我觉得还是蛮OK 今天就先拍到这里了 天已经黑了 天黑现在走了 然后感谢大家来观看我的视频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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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